假设A和B都是负数而且满足A会等于2分之3B 那么下列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我们先观察到这个2分之3B 我们知道一个数却乘上大于1的值 整个量会变多 那么B是一个负值 乘上2分之3使得它量变多 代表的就是变负更多 所以乘上2分之3之后的B要变得负更多 那么A选项2分之3B会大于B吗 负更多的值会比原本的负值来得大吗 当然是不会的 因为它负更多就变得更小 所以A选项是错的 接下来B选项A小于B 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啊 我们来比较一下A和B的关系 A是B变得负更多之后的值 A是B变得负更多之后的值 代表B没有负那么多吧 没有负那么多的值 和一个负比较多的值比大小的时候 代表B是比A还要大的 也就是说B选项A小于B它为正确 那么C和书A会等于B以及A大于B都是错误 这一题答案选择B 并cere